花园里种着秘密 花开后又随风而去 无法返回枝头的结局 发生过的一切只能成回忆 阿罗哈 这里是睡眠不够的卡卡 代表摩耶花的正义塔罗牌 有平等正义公平的特性 基本意思还包括 友好的 温和的 光明正大 揭露不公正行为 行使权利 得到认可的努力 古典部这个四位一体的侦探 具体分工中 两位男生分别负责提供客观资料 与最后的归纳总结 可以归列为对内作工 艾刘负责找来案件 摩耶花则会详细询问 嫌疑人事情经过 这个调查者的角色 交给摩耶花是有原因的 遇到一件事 会不顾一切的抛认问题 是他的优点 在远远内拒绝三人进屋 寻找社刊时 正义的摩耶花 不顾眼前是不认识的三年级学长 勇敢地说出教室 并不是社团的私有场地 并且在折磨觉得麻烦转身要走时 坚持让他想想办法 在万人死角事件开始时 摩耶花先是详细问了 艾刘与女帝的关系 也在电影播完后 追问后者没有拍完的理由 正因为摩耶花刨转问你的性格 千返年的好奇心 才能最终满足 卡卡作为一位 有提问经验的记者 可以负责任地说 问出一个好问题 是要对被采访对象做足研究的 万人的死角事件里 喜欢推理的道具组成员渔场 曾试图耍帅提问 不过对手中事件认真负责的摩耶花 直接回答出前者的问题 避免了调查中的无意义提问 才能为折磨快速收集到有用的信息 道具组改变了假写的分量 以及隐藏道具登山绳 这份认真还体现在 卡亚赛的服装上 虽然自己不赞同COSPLAY 不过最后布里决定还是要搞 摩耶花认真准备了三位角色的服装 而和摩耶花最对的那几位威加成员 三天都是一套衣服 第一天是地势一人中的弗洛尔 这是秋伟旺都老师于1975年发表的作品 弗洛尔这位角色也算是 画女硬说男的鼻祖之一了 他们家族出生后性别不会分化 除了长子都要注射荷尔蒙成为女性 弗洛尔因为剧情原因暂时没有被注射 所以部长在搞事海报中用了两性人的标题 第二天是赤种伯尔夫老师的甜蜜小天使主角 嘉赫美后子 这位小魔女的能力是利用镜子变身 所以在摩耶花把镜子交给丰太郎时 后者才会说 没了这个 你的COS不就不成立了吗 第三天是首肿之虫老师七色鹰哥的女主角 千里万里子 万里子有趣的设定是对所有鸟类过敏 哪怕是炸鸡都会起疹子 同摩耶花一样认真的 就是第一天和她作对的河内学姐 她也准备了三位角色的衣服 他们都是SNK公司游戏里的角色 试回女主角纳可露露 以及拳皇系列的King和不知火舞 摩耶花的角色出自60到70年代 秋尾望都 赤种伯尔夫 守肘智虫 都是漫画界的大师 也正好暗和她古典部的一面 河内角色的SNK角色 正是90年代日本游戏辉煌时期的代表IP 与摩耶花作对的威佳 则是冰果动画播出之时 最具人气的初代虚拟偶像团体 金阿尼这一首美着时代经典作品的选择 也非常值得品味 作为调查员的摩耶花虽然认真 却无法更进一步接近真相 所以每次在折目结合大家的成果 总结出合乎逻辑的事件真相后 摩耶花都是最懊恼的那个人 虽然她与这个节能男孩从小学开始同班9年 但上了高中之后 摩耶花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折目 拓鱼都比折目更适合当男朋友 询问福布 这人头脑真的聪明吗 在天反前家嘲讽的说 你的推理别让我们失望哟 当折目真的解开冰果谜团后 摩耶花不再对折目可以推理出谜底不甘心 虽然依旧拌嘴 他会说折目是没有地方生气的可怜人 也会嘲笑折目犯了怠惰的大罪 还说折目前世是骂着靠不住 等等 但对折目推理帮助最大的 却也是自己 尤其体现在万人的死角事件中 上文提出过 正是因为摩耶花的追问 电影之外又知道了雪浆数量变多 而且还有登山绳这个道具 在折目开始思考剧本走向时 同样是摩耶花对风太郎说了拍摄分镜的细节 有意愿当漫画家的摩耶花 不仅轻松可以完成冰果杂志的拍板与封面 更是对折目说 如果自己拍摄电影的话 在一些镜头上 他会选择站在更多人的角度去展示画面 而不是一直使用类似于第一人称的镜头 就在摩耶花说自己还能在很多场景里 给出更好的分镜建议时 两位男生阻止了他 可以想象摩耶花在与二年F1三位对话前 认真看了多少遍 这个拍摄不咋地的电影 折目正是根据摩耶花整理的这个细节 想到了使用叙述轨迹这个办法 推进剧本结局 认真的摩耶花既帮助了折目 却也第一时间反驳了风太郎 日常的伴嘴 摩耶花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大家面前说出 但塔罗牌中的友好与温和 又让他趁着别人都听不到时 私下对折目说 不知道电影内幕的人或许没关系 但登山绳你没有解释清楚啊 这也是戳破膨胀的风太郎的第一针 摩耶花在很多需要严肃的时刻 也都表现出了对折目的关心 看到泡温泉晕倒的折目 他并没有像晕车一样上来就嘲讽 而是和福布一起安顿好了风太郎 因为突出管理员的任务 没法帮折目分析剧本时 他也表达了歉意 打工的折目表现得毫无生气 摩耶花也在和折目单独聊天时才说 平时的你让我烦躁 但是这样死气沉沉更让人不爽 这之后 折目也才能在千返田面前应急起来 折目作为曾经被摩耶花嫌弃的一方 也并没有记仇 看压赛去活动试前 他也安慰摩耶花 不要太在意冰果定多了 听到料理对决摩耶花没有食材时 折目剧情里为数不多的着急时的抖腿 也出现了一次 当福布矫情的说不知道如何回应摩耶花的爱时 虽然这里折目更多的是因为千返田受伤才生气 但也强硬地希望福布可以认真回应摩耶花 促成了当晚福布给后者拨通了电话 之后摩耶花也感谢了这位节能老同学的帮忙 因为他与福布有些进展了 摩耶花看人也非常的准 在他激烈地责备福布时 一句画面外的台词 他一语指出了福布的本质 虽然小福你是个心心的人 但缺乏对人的关心 也正因为这句话 才有福布传记的英文标题 Database with LINE 福布自称自己是数据库 所以总是对人的感情采用玩笑与小谎言 但数据库这种人造产物 本身是没法撒谎的 所以我才会定下那种看似矛盾的标题 对千返田 摩耶花会责备两位男生迟到 却会对爱留的迟到表示担心 福布提出这是差别对待时 正义公平的摩耶花说 这是我对小千日积月累的信任 对于他同班九年的折目 再听到折目说 识问字是谁我不介意 但是千返田的好奇 我要是不解开答案就麻烦了 两天下来在蔓延受委屈的他 终于开心的笑了 因为他发现 老同学居然没意识到 喜欢上人家姑娘了 后面情人节做巧克力 摩耶花也问爱留有没有喜欢的人 千返田红着脸给出的答案没有明说 但摩耶花应该是动画中第一个得到官宣的知情人了 这也正好符合他调查者的身份 至于摩耶花自己的爱情 首先要说摩耶花身高只有一米四八 但是小小的女孩也是很有魅力 也很可爱的 在料理大赛时 摩耶花穿着厚子的衣服登场 注意这里 料理研的部长脸立刻就红了 折目远程支援小麦粉 这位部长也主动提出没有问题 看到摩耶花动手开始做菜 更是说出千返田的台词 我很好奇 后面也是一直红着脸注视摩耶花做菜 我猜这也偷偷给古典部加了不少分吧 在看压赛最后 摩耶花对失落的福布说 你的事情我一眼就能知道 让福布A某的原因是 他只能期待凤太郎 摩耶花自己也面对了巨大的打击 《牧城骇骨》尚且可以说是多人协作完成的作品 但创造河内学姐就是另一部 自己认为是佳作的肢体语言作者 并且在蔓延里 河内学姐的作画速度和质量也高于自己时 摩耶花对这份差距深感无力 这里摩耶花抓住福布的衣服 我愿意认为 她对福布讲述了自己上面的心事 而同样喜欢摩耶花的福布 虽然对别的事情缺乏对人的关心 但应该会对所爱之人的心事侧耳倾听 在前面的一个段落里 正因为被排挤难过的摩耶花 看到福布想打招呼时 说每次遇到困难 我总想找他们帮我逃避 节能的凤太郎在他们同班的九年 肯定没有过这样的帮忙 所以摩耶花才会嫌弃前者 而此时与爱留不过才认识半年左右 那合理的推测 之前摩耶花的倾诉人 应该就是福布吧 也正因为太喜欢福布 就算知道了这人 把自己辛苦做的巧克力敲碎 娇小到正义也没法像平时那样生气的责备 爱情这东西 有时候真的会让人失去部分准则呢 年轻的其中一个slogan就是 敢爱敢恨 如今已经快要而立的我 对这个标语有着全新的看法 别将爱与恨分开 我觉得当敢让爱的人恨自己时 或许才能真正的在爱情里 迈出更突破性的一步 反之所爱之人做了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之后 你却依然爱他 爱情或许会变得不再纯粹 但却会变得更加牢固而现实 娇小的摩耶花开着蔷薇色 正义与严厉的刺包围着他的身躯 在花落的雪季 等着期待已久的爱意光临 希望漫画家一元不再畏惧 资料库永远在他身边 看着他奋笔 摩耶花的故事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 谢谢大家的三连支持 充电与超级感谢就更感激不尽了 想看更多苹果人物传记 不妨点着关注追翻哟 最近每天直播与每周保持更新视频 真是久违的压力测试 睡眠有些不太好 身体也是异常信号频频 愿你有舒服的睡眠与轻松的梦 下周也要记得回来见我哟 拜拜